中国火箭军东风系列导弹以快、准、稳的服务,获得良好口碑并享誉全球,被称为东风快递。 11月11日,由于日期特殊,被称为光棍节。 火箭军某部为常年奋战在国防事业一线的116等新人举办集体婚礼,东风快递小哥也顺利脱单。 婚礼现场,随着欢快的乐曲,新娘宽宽走上舞台,新郎则整齐列队,迎接新娘前准备完毕是否开始请您指示。 向着幸福出发,随着一声令下,全体新郎奔向各自新娘。 随后,116等新人依次跨过挂满鲜花的童心门,步入代表婚姻的幸福门。 欧洲是一个学校的,但是呢,当时不认识,挺偶然的,然后他当时就放假,最好放假,最后一天了。 就跟那个街人介绍了一样,我在北京上班,然后他就去那边曾中的见了一遍,然后就算是一见钟情吧,我俩。 双十一,我们不能把它理解成为光棍节,我们把它理解成为一心一意,一生一世。 这样我感觉更合理一点,因为我们是在今天结尾的夫妻。 据了解,该部官兵常年与大山为伍,与寂寞作伴,很多宫典荒芜人烟。 由于施工任务繁重,有的官兵相亲一拖再拖,有的官兵婚礼一推再推。 新郎曾无数次对着电话许下承诺,但又因为任务,不得不爽约,食言。 我们要领证的时候,也是时间请不下来驾,一拖再拖,一拖再拖。 他当时好像是在三亚,我说我打个飞机,我追你到天涯海角去领证。 结果好像刮台风了,对对对,然后又没领成。 就我们领证一共领了三次,最后一次终于领成了。 驾有军人也没啥不容易的,就是说平时一个人的时候比较多, 他保卫国家,我要守护好我们的小家,要保证我们的小家也不会散。 觉得非常感动,真是能有一个能够持家,又懂事,又美丽大方的妻子, 在后面做我坚实的后盾,我一定能够在部队安心工作, 努力为强军木做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